我們發現這個女的 她去過這男的家中之後 她就會把男的家裡的 白色 記得一清二楚 你不要以為 是因為男生好色才會被仙人跳 像這種有心靠近妳的 更是恐怖 這順便給大家一個機會教育 要教妳的朋友 去念悟一下對方的年紀這樣 嘿大家好 我還在吧 我們今天要 我們今天要講仙人跳 就是從那個 我們之前拍了 一級半話的仙人跳之後啊 然後就有人跟我們擺音說 啊仙人跳不就是男生 如果那個 轉起來之後 蛤 轉起來 之後就會 就會做著那個行為 要是她才不會關在她身上 不過就我而言 我的仙人跳的定義是比較廣的 只要其中一方設了一個局 但你跳進來 而這個是因為感情而設的局 而導致你必須要付一個錢 那我就覺得這叫做仙人跳 所以仙人跳其實是她的定義怎麼關 我的定義就怎麼關 那我們今天來分享一個 我自己懲罰案件 我會特別講這個是因為 我當聖後來有一天 我們案件終結後 兩年 大概快兩年的時候 他有一天打電話過來講 說 姜律師 我告訴你 我今天在跟我們 同公司的另外一個部門 我不認識他 但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不約而同 就講到 欸 你也認識這個女的 我也認識這個女的 我在104年的時候 同一個時間8月 欸我也是在8月 被這個女的 勒索了 一個是勒索30萬 一個 也差不多是這五斤的 所以我後來整理起來 原來這女的 可能都是用 同樣一模一樣的手法 欸 做一個仙人跳 她事實經過 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當時人家 透過交友軟體 去認識這個女的 後來她們進階了 她們就出來 去約會 就像一般的男女朋友 除了發生性行為之外 只不過後來有某些原因 交往沒有多久之後呢 這男的就沒有 跟這女的在一起了 那這女的呢 就到了警察局去報案說 我被這個男的刑刑了 比較恐怖的是 我們發現這個女的 她去過這男的家中之後 她就會把她男的家裡的 擺設 記得一清二楚 然後她去警察局報案的時候 她就能夠據悉名的 去陳述說 欸這男的家裡有什麼東西 然後什麼地方擺在哪裡 所以那時候 原警 有到她家去送證的時候 就把這些照片拍起來 我們發現說 女方把男方家裡的擺設這樣 一清二楚 然後說她就在那場所 對我信心 你絕對你是檢查官員 不想去證明了什麼 說的話 就覺得太瞎了啦 心情怎麼還記得別人家 可是你不是說這個事情是 要換一段時間 就幾個月 對啊 幾個月這樣 短短的時間 要報警 要早點就要報警吧 多這麼久 嗯 好像你就兩個月啊 就很像典型的 約會搶報這樣子 那很奇怪啦 就可能先檢很多正人去找 然後有一天 把你帶回家的時候去辦 噢 你的意思是她 她就是在行錯約會搶報這件事情 噢 好恐怖喔 對不對 你是檢查官員會戲 她還可以去 譬如像說假設如果我去報案 我一定想說 我們在民國紀念局 其實我透過什麼交友軟體認識你 然後我們第一次約會在哪裡 看電影啊 然後看夜景啊 然後後來有一次 她就把我帶回她的家中 但是 那故事人你叫不是她是16歲嗎 她其實 還沒有滿16歲 那時候是15歲 所以我當事人 順便給大家一個機會教育 要交女朋友 去念問一下對方的年紀這樣 後來 我們那個當事人 她就 那時候其實是 有一天回家了 員警就在門口 然後就跟她講說 欸 那個少年欸 欸有個女生你認識嗎 她今天到我們警察去做筆錄 你現在 同不同意跟我們警察去做個筆錄 說明一下 她就這樣被帶走了 然後就做完了筆錄 但是做完筆錄之後 難得覺得 為什麼 我跟她完全都沒有發生性行為 為什麼她 告我性侵害 員警其實算是某種程度 有提醒她說 你這個性侵害案件 會坐牢喔 你要不要去找律師 所以她是做完筆錄之後 就馬上跑來招募 所以她先做了筆錄 所以她筆錄就可能 就是對她有某種程度上的傷害 對 所以她就馬上找了我 後來 她其實告她性侵嘛 但是呢 我們有發現 她自己在陳述的時候 有講到說 她對她有某種抱抱的行為啦 所以 性侵我們雖然把她 整個就弄掉了 但是因為她自己有講說 有一些某種抱抱的行為 所以後來檢察官 就依照她在警察局的筆錄說 因為筆錄真的很重要 那個真的很重要 她就說 而你有對她強勢穩切 就把她提起公訴 後來當事人 信拿你30萬元 與這個人合結了 只不過就是因為兩年之後 她跟她另外一個 就同公司 另一個部門的同事聊到 兩個互相合對之後 其實他們發生的時間 都是在 同一個時間點 所以她腳踏兩條船 還是腳踏多條船 我不知道 可是你看喔 如果我是腳踏多條船 我會特地去告嗎 腳踏多條船 人會特別去告嗎 因為她本來就是靠這賺錢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她其實不是腳踏多條船 這是她的職業 喔 是她的職業 而且你看喔 我那當事人 她跟我講說 她認識她差不多 兩個多月 所以兩個多月 一個就從她手上 撈了一個30萬 姑且不論說另外一個 她到底實際上拿了多少錢 假設是30萬的話 三個月賺到60萬 欸 其他不知道的人 我們就算了 至少我知道這兩個 三個月賺60萬 所以她的月薪是 一個月是20萬 很恐怖喔 你不要以為是因為男生好色 才會被仙人跳 像這種有心靠近你的 更是恐怖 而且是透過國家公權力說 她對我性侵 你這樣講 其實還蠻恢慌的 也不是只有年輕男生 造成男生混淆 可是我覺得啦 仙人跳也不可能 只有侷限於男生 有時候也可能是女生 也會受到傷害 也要是她想騙 都有機會去touch 那個 在我們國家裡面 尤其是司法 男性在於性侵害案件的 或者是強制猥褻案件的 都是一個相對弱勢的一個狀況 因為比如像說 那個案件我就特別講 我這邊其實掌握了一個點 她其實說 男生在民國幾年 幾月幾日 跟她發生性侵害的時候 那一天好死不死 我當時人 我覺得當那個女生應該是 我就跟你去瞭解你的生活 她知道 欸 那天 你待在家裡 我一吐去 所以我就寫說那天被強暴了 所以你有沒有證據 被去證據 或是被調 對 可是好死不死 那天當生 跑去加班了 所以我們拿得出打卡記錄 可是我就覺得 非常的不能夠理解 檢察官或法官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我把這個記錄提出去之後 法官居然認定說 被告於不詳的時間 欸 犯罪不應該是辦法 人事實地物嗎 時間 你時間都錯了 你居然可以改成說於不詳時間 我真的覺得 你就是覺得男性 一定會幹這件事情嗎 你就是一定要讓他入罪嗎 所以男性是非常的弱勢 請各位男性 小心 謹慎 真的 所以有時候 唉 要怎麼說呢 那些東西就是 你以為遇到真愛 沒想到遇到 真的要騙你 就是真的惡魔 對 這只是我們其中一個 我們如果有時間的話 如果這系列還不錯 我們繼續分享其他的 就是如果說 因為這也是透過 跟大家聊 去看影片 然後後來跟我們討論說 欸這個也沒什麼 只是後來就是會這樣交流 所以如果說 你們覺得 有什麼東西 就是學員有什麼議題 覺得不錯 他們就可以起來 再來討論 然後有機會 我們去排一下那個車禍 我們要去取景 然後來實質正拍攝 好 那今天的 到此結束 什麼東西 今天的仙人跳 就跳到這裡為止吧 我們笑那個 穿來幹嘛 就是很肯很難過 不過還要 就那女生的 她是高興的 不是那 女生也不想一張 對啊 因為感情被騙 就已經很痛了 所以我們要前來 也要一起去騙人 而且這幸好 真的是還有處理好的 如果真的信心成立 就一定被關的樣子 還留下了一個請客記錄 真的是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 按讚 訂閱 加分享 奇怪為什麼都是我在講的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就 我就讓一個40歲的老人家 側房給你看 欸有欸 有